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四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离开地球 去宇宙去飞一会儿 当我第一次听到《末日飞船》的时候 默默地我就闭上了眼睛 感觉我不是人 就会感觉自己飘到了宇宙 然后发现自己有多么多么的渺小 这些都是你拍的吗 对 这些都是我拍的 我其实蛮喜欢这一张 但是这张其实模糊了 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喜欢在家天天拍月亮的人 挺震撼 她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也会更害怕她这首歌想传递的那一部分 大家无法理解 那个音好难找 就唱完前一句 对 所以内等 她一直在说太难唱了 太难唱了 但我觉得她 小蔡依蝶的对她来说 好难 做人好难 唐汉潇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写一点好唱的歌 求你了 有请唐汉潇和他的帮唱嘉宾周深出战 有请带来合作表演《末日飞船》 《末日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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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绽堤哪些 也像《夜飞船》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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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 来 问一下周深跟唐艾瑟合作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首先第一感觉我们是不搭嘎 因为我平时就跟大家伙一样 就比较关心什么东西好吃 什么东西好吃和什么东西好吃 然后唐汉潇就每天都在研究宇宙 就包括我听到他这个歌的前奏一样 就我的脑海里就只有宇宙 所以就是很宽 很大 很可怕的一个世界吧 他给了我一幅那样的话 对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唱这首歌 我是一个渴望碰到天 渴望飞入宇宙的人 而周深那一个声音进来的时候 他是从天上把我要拉过去 我是有感觉我们是从地上和天上的两个人的对话 谢谢 谢谢 你们两个一起合唱 我是这样听的 我觉得有推背感 你知道吗 真的 我感觉我真的在飞向宇宙 首先要谢谢周深 谢谢唐汉潇的作品 然后谢谢周深 昨天才领完奖 然后从连夜赶过来 谢谢他 然后还唱得这么好 这么这么好 我一开始非常非常担心 就是周深唱得这么好 会不会显得就是前面出来那种状况 但是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很和谐的一个存在 没有什么谁在比较和较量 而是一个讨论 深入深入地讨论 我把拉票的一起说话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蛮激动的 因为就是特别好 因为我看完彩排 我没有这么大的震撼的感觉 前才晚我问我们的 我的跟拍的编导说 怎么没有选都挺好那首歌 因为选那首歌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编导说不知道 这是周深和唐汉潇 还有导演组一起讨论的结果 我真的特别高兴大家选了一首 就是在音乐性上这么深入 聊得这么深远的作品 我很高兴大家一起有这个意识 和这种审美了 我好高兴 反正 我真好开心 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么一个 又有能力又有品味的人 能把这种比较深的音乐 推荐给大家 而且还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对我来说 我觉得超超级好 超级棒 超级牛 然后周深依然棒到不行 谢谢老师 但是并不会淹没唐汉潇的优秀 唐汉潇今天真的是疯了 即便有一些瑕疵 我觉得那些瑕疵 才造就今天的更完美 我跟那个陈丽队长一样 很骄傲看到你们这样 真的很棒 我跟你说 真的是鸡皮 真的 这就是原创的任何一个作品 我都觉得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 他们每一个作品值得 更好的展示吧 我觉得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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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 准备 谢谢 谢谢 拍au 谢谢 感谢观看